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 其实上周也有讲过 就是这个小学老师或小学童书馆跳楼自杀事件 这次我们是想做个追踪的 追踪的当然很多人都讲了 有什么还可以说呢 很多东西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所有人都讲了还可以说什么 反过来说一定是很多东西可以说 这个 可能Kelvin说一下 你觉得有什么值得跟进 我先说回我的看法 有两个东西可以说的 第一个东西当然 当然了 现在校长变成了战把 现在校长就说自己有精神病 有精神问题 就进了精神科 有了精神科 我很客观地说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但进了精神科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 学校就不能离开 暂时不能离开 会玩 但是假期也是有限的 当时我们都讲了 你最多存数百日 即是二百日假 而且放到差不多 星期六日都不能够 即是你都要放假 最多就捱多一年五 差不多 你怎么都要面对现实 我想它最多都是 吊探几个月 看看能不能翻身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现在校监 其实公关做得好 即是现在东华三院 黄云之 你看看他 好像说我现在就是 大义灭亲 我现在就是要公事公办 但是我也觉得 虽然有些我不是很喜欢的作者 去提出这个质疑 但我也很同意 你现在出来扮好人 这件事搞了这么多 还有老师跳楼自杀之前 是投诉过的 找你们扮我的团体 那时候你们不闻不闻 现在是说什么 人家都死了 这个就是我第二个感态 第三件事就是 现在当然 全世界将焦点集中 老师很大力 老师很惨 老师自杀 甚至教协就说要开这个死因研究庭 即是说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 就算自杀都可以开死因研究庭 因为那个死因研究庭 研究完他怎么死之后 还会给一些建议家学校改善 我说 你自杀 你未确认他是自杀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假扮自杀 不是 被人来到30天 所以他也要死因研究庭 但是教协的意思是为什么呢 他都只是自杀的了 但是他查完之后 因为死因研究庭会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就可以利用死因研究庭的建议 向这个教育局施压 就去令到这个教育局可以改革 现在当然 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建议 最常的建议是什么呢 以后学校的老师应该可以投诉校长 以后校长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要 整天校长都可以平审那些老师 为什么老师不可以平审校长 然后又说 以后学校有什么改革 老师是有权反对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护到那些老师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第一件事就是 你现在有一个老师跳楼死 当然我都觉得很悲痛 这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 你们就觉得那些校长是需要被制衡的 是土皇帝来的 所以我们说要平核他们 以后都要 之前禁了学生跳楼自杀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要平核那些老师 不会说那些班房的土皇帝就是那些老师 为什么不是那些学生平核老师 学生有没有投诉机制去投诉那些老师 可以令到那些教育局或者那些校监机局去炒那些老师 我觉得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意见也是你讲的那篇文 是我看完大家 我们自己先分享 我觉得很多的传媒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在Facebook看到的一些朋友的一讲法 就是说 最后应该是说的 你没有同理心的 人家死了已经很惨了 老实说 我们其实都真的挺黑心 我很好心的 可能是你黑心 我很好心 我充满同理心 但我同理心不是限于这个老师 那么多个学生跳楼 为什么你会担心 这是你的立场 我的立场就是 看看你那一刻给你 说的话 又或者写一篇文章 你是专门作家 或者是视频员的话 你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尤其是当你打算建议一些政策 如何改革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把同理心放得这么大 他偏向了某一个阶层 你分力了全件事 是的 我觉得是应该说 你说提政策的话 是否应该多保护一些老师呢 不是因为你有同理心 于是乎 政策是就你的同理心 你觉得那个阶层 教育不是令到老师输 是令到学生学到东西 我经常都觉得 就是教育 应该是由家长和学生主导 而不应该是由教育瓜长 那就搞到老师的压力很大 你说教育是由家长和学生主导 是的 他们是消费者 那我反过来问你 因为它是一个机构 其实很奇怪 就算我是大学教 都会觉得 给一些学生去平衡我们 是傻了的 是的 我教你这些东西的话 我读这么多书 我教你 你去平衡我 你凭什么平衡我 是的 你在私人市场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 喂 等一些消费者 去炒你的CEO 这样 不会是这样的 就算是里面的员工 说员工 你的领导无方 我们是一个普通的素地下审 你就去读第二间 是的 不会这样倒转 在一个私人机构 是不会下低的人 去决定上面的管理层 管理得很好 不是下低的人 现在这个是一个 教家长和学生的消费者问题 好过那些学校的问题 那你就不要动这些学校 我也有学校的问题 就是大学 大学那时候有点不同 是的 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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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教学呢 是可以由学生或者是平定的 但是它在研究部分 就不可以 因为它是研究部分 就是教学好不好 和研究好不好 是两回事 两回事 我再说一下 我们教大学的经验 就是这样 我教你好不好 和你上课是否舒服 我给你高级是否好 是两回事 它可以骂到你很不开心 是的 你学不到东西 是一回事 它也可以笑奇奇对着你 你很舒服 但是你永远都学不到东西 就像看医生也是这样 现在我有个知识 就是我来教你 我觉得我教你这些东西 你将来十年二十年 是不是受用的话 你晓得想的话 就不是你坐在那里听我说 就是我有这个专业 我当然信不信这个专业呢 再上一层子了 教那些又信不信 校长的专业 觉得这样的营运教育 最后是对学生好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 我不是一定是哪一个有个权 所以我都不是学生主导 因为家长才是消费者 就是家长之后有怪兽 家长的问题 家长你不喜欢 你就叫你儿子读第二间 那你帮插 你多难转校啊 中学 转校有多难 是的 你可以讨论到 为何家长会多少参与 或者学生多少参与 在教育里面 就是因为 不是所有的私营 私营的话 我这句保俗天皇 我保俗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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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旁边那间 那他们就真的当你是客人 但是现在我们 尤其是老师 或者政府 讲教过的那些 我们是否当 教育 尤其是工研教育 是学店那样 是的 现在是 其实现在是学店 是的 也真正是学店 大家不是找budget 大家是这样 是不是 和学店有什么分别 但是呢 其实你又要明白 我既然是当学店 那为何家长和学生的力量 会被制衡呢 我说就是 这个就是我说的 不是 因为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个问题是 大家都心知肚明呢 学生和家长呢 他是够不够 就是我说 教师和校长呢 是明白如何可以令到 那些学生成绩最好 所以他最后 都是要由校长去主持改革 这个就是政府 或者教育的想法 但是其实另外有个矛盾就是 就是说 学生和家长 他看得到的就是说 我考成绩好不好 需要不需要大学 或者公开试成绩好不好 但是传统的说法就是 为什么我们都要给 个权 老师或者校长 就是说 喂 我教你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能量度得到的 譬如说成绩 譬如说上不去大学 但是很多东西能量度不到的 我教你的品格 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困局 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明白一样东西就是 究竟一个老师呢 他平时没有怎么做 extra work 但是他会不会 将这些时间花 去教好学生 教人呢 一说他没有做extra work 亦都没有做 其他学生 你量度不到 有没有人要量度 他要教学生品格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量度不到 所以以前教育的做法是什么 我就不用你教这个人 我就将所有行政工作 推动到你 只是集中在教知识方面 那谁是教品格 不用教品格 因为量度不到 这个就是问题 其实我想说 有些历史的原因 现在的人常常批评 校本管理 他说校长是山大王 或者是校监 控制了学校 想想在校本管理之前 香港的教育发生了什么 当时就是罗范昭新和李国璋 他们觉得我们教育统筹 就是要管好你们的学校 我们就派很多士学官来看堂 我们就要填很多文件 然后个个都叫救命 然后有很多老师跳楼 然后觉得 那我们教育局不插手 那么多东西 就由你们办学团体 和你们的校长 去决定学校要怎么行 你现在又反过来 说这个校本管理 那又不合 反过来 那又由教育局 又请一批士学官来 每天都监着你 如果老师有没有偷懒 要让老师自评 互评 校长评完你 接着你还要自己认错 每年要想自己有什么方法改善 这个就是在校本管理之前 发生的事情 每个老师都不记得 我真的觉得相当奇怪 如果这样的话 那问题是老师就会很惨 会常常跳楼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你的校本管理之前 已经有很多老师跳楼 现在是不是少了 少了 但也有跳楼 但是现在的拳 他批评了 都是去了校长高层 老师从来就说 去到政府教育局管理也是不好 校长也不过我自己 我又想说 我刚才说的一件事 我们说某位的专人 就是去找一些朋友 他建议一件事就是 不如以后 学校的管理 或是学校的改革 有什么发生 老师都要有权否决 我听到这个建议 真的想 那以后的学校不用改革 你明白一件事 不是所有人都会把社会的利益 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我以后的教育局 所有人都不会把社会的利益 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当两个人有合法 会怎样呢 那就是自己先 很简单 如果我是中学老师 改什么格 现在就好地地 最好就是准时上班 准时放工 我心情不好 又说我要污蔑学生 我就会花了我的私人时间 去教好学生 不用改革的了 我们自己做得很好 我就算当你这个老师 本身是进责教得很好 那你都不能够否认 这个学校有很多老师 都是不进责的嘛 那不进责的老师 是怎样监管他呢 为何校长会这么抵抗 我一直都说 没有人去留意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家学校的老师不可以解释 而有些老师是好的 有些老师是不好的 你便要找个老校长 来监管这些做得不好的老师 起码是有效率的 他根本就要做丑人 他的角色就是做丑人 那现在问题是 他现在逼到人跳 那当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但你现在extreme 到另一样 以后校长要有什么管理呢 都要由我们老师去批评 我真的觉得以后校长也不用做事 因为我作为一个记得利益阶层的人 我一定是会将所有对我产生格外工作的建议 全部都禁止 而所有改革就是等于增加工作量 而跳楼不停地 尤其是我记得中大 跳几个下来 中学生也有了 之后 那有教协也不会出来出声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最汇收得大的 就是教师团体 但是问题就是 校长有团体出来汇收 你就立即骂他们的围抄 那学生出事的时候 有没有人去为学生出声 很简单 因为现在教协用了死因裁判庭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以前有个学生跳楼 那个学生是被训导主任迫到他跳楼 如果你用同样的标准 你应该要去想一些方法 去制衡老师的权力 令到学生不再被老师迫害 当老师去惩罚学生的时候 学生就应该否决这个惩罚 喂 你们不会说这些东西 当然他们要说 有学生小孩子 他哪有能力去判断这些东西 喂 我是校长也会说 你又不是校长 你哪有这个专业去判断 我那个的决定 究竟是对还是错 结果到这些东西 其实到最后都不是说道理 每个都是捍卫自己的利益 每个都是站着自己的立场去说话 所以我觉得感叹的是 这些讨论没有意思 我们讨论是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没有利益冲突 我们不是代表中学的学生 校长或者学生说话 但我们说这些东西一定会被人说黑心 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理心 我没有你 抹黑 还有抹黑是我有都没用 都是被人当没有 还有抹黑这个教师专业 这不是一个很悲哀的地方 这一集就到这里